那结束这场战争 我又杀了冠主 这不是谁能杀了的 无论是这场青霞之战 或是别的 都是为了杀死人而做的准备 江夜原著小说中 河山盘到底是一件怎样的法器 书记上文 冠主丢出那道虚剑 被书院四先生用河山盘接住 轻一道人在消失的同时 轻一了一声 居然是河山盘 河山盘是算师到古老传说里的事物 大唐开元年间 河山盘失落 河山盘推演算法也随之断了传承 然四十年后 大和国墨池院七代祖师 影山人和书院前代著名数科教授 小峰师太共同参详六年 重新创出了河山盘推演算法 其后又穷毕生之力 重铸了河山盘 河山盘完成后 也一直留在书院后山 就算是墨池院当代王书胜 也不知晓这个秘密 多年前 夫子周游诸国 于一间当铺里遇着一少年学徒 夫子看待少年学徒 打了一手好算盘 那名少年叫范岳 后来成为了夫子的第四个亲传弟子 夫子就把河山盘交给了他 书院弟子很清楚 范岳的河山盘 能挡得住虚见一时 却挡不住仪式 木又看着君墨 颤声问道 怎么办 二师兄望着长安城方向说道 只要灌主死了或者中伤 七十节脸色有些难看的问道 老师不在了 现在还有谁能杀死灌主 君墨表情严肃的说道 要结束这场战争 便必须杀死他 不是谁能杀死他的问题 无论是这场青霞之战 还是别的所有 都是为了杀死他而做的准备 何况长安城一直在等着他 青霞之前的原野间一片安静 西陵神殿联军 因为今天的进攻失利 所以早早的便明金收兵 蓬布大阵下 四师兄举着河山盘不时咳嗽 书怨怨服满是斑驳的血痕 他无法放下沙盘 无法休息 只能这般痛苦的撑下去 谁也不知道他要撑多久 王池端着药碗 蹲在他的身旁给他喂药 二师兄望向南方原野间的 联军营帐说道 都早些休息 明天应该会比较辛苦 师弟师妹闻声相应 却没有人去睡 书怨弟子们互相靠着 因为四师兄这样能更轻松一些 第二天清晨 西陵神殿联军所有人 都在等着一个人出手 所有人都坚信 只要那个人出手 就能战胜清霞之前的那把铁剑 然而柳白还是没有出手 叶红鱼望向那辆安静的马车 眉间流露出 极淡的讽意 他很尊重剑胜柳白 因为那封信里的纸剑 柳白与他甚至还有半师之意 但他此时还是觉得柳白 是个很愚蠢的人 在他看来 所有的骄傲与至今 都是愚蠢 包括今天的灌主 试想这一场清霞之战 如果盗门里的真正强者 能够听从他的指挥 他有无数方法获胜 比如柳白愿意舍弃剑道的骄傲 配合铁骑为攻 世间有谁能够抵挡 此刻他想起那个 和自己很像的宁缺 天下真正会战斗者 为宁缺与红鱼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